在俄乌战争的时候 美国的国防部长Austin 明白地说出来 他们的目的是削弱俄罗斯 而不是光复或是挽救乌克兰人 某个程度来讲 乌克兰人的人道考量 在这件事情里头 可能对美国来说是重要 但却是其次的 可是在削弱俄罗斯的同一个时间 我们一直为大家报道 它同时也造成了全球可怕的贫穷国家 债务违约 金融风险 粮食短缺 饥荒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石油价格高到 连美国自己都无法承受 美国本来拜登上来的时候 跟川普最大的不同 是他对Climate change 对气候变迁是有承诺的 结果现在面对这么严重的油价问题 他考虑什么呢 释放柴油 我们都知道柴油的污染是很严重的 他希望用这个方法来应对油价的飙升 他宁可让整个空气是污染的 让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增加的 他也不愿意在这个战争里头 希望很快地和谈 某个程度美国的第一季度的GDP 萎缩到只有负1.5% 他企业的利润也下降 而美国的股市呢 目前为止 好像本周是止跌 而且还上涨 虽然没有沦为所谓的熊市 但是根据《八轮周刊》的报道 它并没有结束 因为大家认为通膨还是相当地严重 只是通膨可能是到这里为止 有触顶的一个迹象 而美股大跌呢 使得美国的国债也止跌了 某个程度来说 联准会的动作变成相当地重要 联准会预计在未来几个月里头 进行三次大幅的加息 而最新公布联准会的会议记录显示出来 虽然加息势在必行 但不会像先前所看到的那么激进 因为美国的经济又出现了衰退 所以一个是通货膨胀 一个是经济衰退 联准会在这里头要不断地有弹性 而且有的时候是加息两码 有时加息三码 有时不断不断地加息两码 某个程度来说 这两个它得不断不断地一个平衡 经济学家预估美国五月的薪资的增长 会开始放缓 可能会使得联准会比较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 但整体来讲呢 整个今明两年 美国的通货膨胀 经济都会是降温 老百姓正感受到他的痛苦 而这个痛苦可能远在俄乌战争 所以因此 虽然在俄乌战争里头 拜登把普丁打得颜面无光 但是他个人在国内的支持度 完全受到痛膨的影响 一直的下滑 我们曾经以为的美国梦正如泡沫般幻灭 前摩根什台利亚州主席 现任耶鲁大学资深研究员罗奇 不止一次警告 1970年代的停滞性通膨 正重新席卷全球 美国也正走在这条危险的道路上 你这回报的 这一道请愿 länger 卓奇在接受 CNBC专访时 点名美联准会主席鲍威尔 显然正身处困境 因为按照目前升息速度 根本无法阻止通膨率飙升 即使一次升息 50个基点也一样 只会让市场感到不安 眼看中国的新冠清零政策 遇上厄乌战争 给供应链带来重大冲击 越来越多美国人选择出走 在通膨的压力下 修水草耳居 美国人在过去的两年 很多人都往南或南 而那些地方 也有最高的冲击率率 在美国 像是凤凰城 亚特兰大和坦帕 都是近期出现高通膨 并在疫情期间 出现购物热潮的大都会地区 居贯的凤凰城光是今年第一季 物价指数就大涨了10.9% 房价也因此水涨船高 部分地区甚至比两三年前翻倍 分析认为通膨是刺激房价上涨的最重要因素 但即便如此 仍然有越来越多人买房迁入 以亚特兰大为例 通膨率高达10.6% 迄今仍高居全美第十大 最受欢迎的前居目的地 而坦帕通膨率全美第三 也荣登美国人当前 最爱移居地的第三名 很难想象 在居民相继移出后 旧金山成了全美通膨率最低的城市 纽约次之 但数字都维持在5%以上 根据纽约大学 瓦格纳公共服务研究院的大数据分析 疫情前的曼哈顿 上班期间人潮大约是异厚的两倍 虽然数据更新的速度有限 但已经可以明显看出人流的改变 食品运输量也一度受到重创 整个忠诚的消费者支出 曾一口气下降50%以上 没有人知道 在疫情趋缓之后 这些闲置的店面 能不能找到新主人 长期以来 高阶技术人员的支出 是使美国多数主要城市 得以维持生技的关键支柱 尤其是高科技业员工 大量聚集在美国8个主要城市 也引发了当地物价负荷能力的问题 根据美证交会的资料显示 2020年 Google员工年收入的中位数 平均超过27万美元 其中又以软体工程师 和数据科学家占最大宗 全美多地 几乎都靠这些人聚集 推高了住房和其他商品价格 但伴随着他们的离开 也往往根本性地改变了 当地的经济形态 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 2022年4月 全美消费者物价指数 平均上涨了8.3% 美国人想靠着搬家 找寻最负担得起的物价 正变得越来越困难 因为全美工资平均年增幅 是5% 凤凰城就算再拉高一点 还是跟不上整体通膨速度 当下的解方 除了靠联准会升息 建造更多新房子 满足市场需求 并改善通勤基础设施 解除对大陆商品的进口关税 也被视为缓解通膨压力的工具之一 美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预测 称美金明两年通膨及经济增长 将双双降温 反映出美国经济正处于转型震痛期 但部分全球型公司 已经开始为经济明显放缓或衰退 预作打算 虽然经济前景仍充满未知 但一场通膨引爆的生活成本危机 已近在眼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